电饭锅新手学蛋糕 想要在家做蛋糕 但是家中又没有烤箱 如果买一个 不经常用也很浪费 其实用电饭锅就可以自己在家做蛋糕 首先准备 鸡蛋5个 低筋面粉60克 柠檬半个 黄油50克 白糖30克 牛奶50毫升 将鸡蛋磕破 双手拿出蛋壳 手动将蛋黄和蛋清分离 在蛋清中挤入少许柔蒙汁 这样能够帮助蛋清打发 然后加入10克白糖 用打蛋器将蛋清打发 在蛋清打发至起泡时 分两次再加入20克白糖 将蛋清打发至奶油状 直到能力主插入的筷子 在蛋黄中 加入过筛低筋面粉 牛奶30毫升 融化好的黄油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最后再加入20毫升牛奶 将搅拌均匀的蛋黄 加入打发好的蛋清中 充分搅拌形成蛋糕溶液 在电饭锅中烧上一层油 防止粘锅 然后把蛋糕溶液倒入电饭锅中 将蛋糕溶液放上锅中 按煮饭键蒸熟即可 任心提示 先手用电饭锅做蛋糕 一定要将蛋清和蛋黄完全分开 并且蛋清要充分达成奶油状 黄油也要完全融化